抬手附在徐令仪大掌 后者眼中一按 不受控制地凑近她 薄唇贴在她夹边 前吻轻拙 房门关紧 围账放下 隔绝了账里的春意盎然 温存后 徐令仪患了丫鬟背了热水 沐浴后看到她累急 长臂一身将人直接抱过来 紧着解衣的十一娘 迷蒙睁开双眼 含糊道 侯爷 视线下转 才知她是要替自己更衣 于是挣扎着爬起来 我自己来吧 你明日还要上朝 早点歇息 琥珀和东青厚在外面 随时等着差遣 徐令仪见她执着 遂温声道 也好 我猜想起来明日还要用些公吻 还要吗 已经三更 这么迟了 轻轻寒手 徐令仪起身披上外衫 理好衣袍 厕手笑了笑 一到折子而已 半炷香便洗好了 说完 行出厢房 夫人 水温正好 两人朝徐令仪行礼 便进到房内 琥珀去试了下水温 张罗着去寻了换洗的衣裳 东青则笑盈盈盯着十一娘 夫人和侯爷这样恩爱 想必再过不久 咱们府上就会有大喜事了 十一娘撑了她一眼 就你最贫 要不寻个日子 把你和傅大人的婚事也给办了吧 省得你天天念念叨叨 琥珀眼唇笑了 东青扫的脸都红了 夫人 你乱说 我什么时候 我跟傅大人没什么 男未婚 女未嫁 有什么好害臊的 将头发挽起 退下解衣 十一娘踩着梯凳滑入水中 皮肋的身子瞬间舒适了许多 将一封书信双手呈给徐令仪 傅林波沉声道 这是最近从周山那边过来的第三封信件了 可千万别出什么大乱子 拆开信件 徐令仪粗略扫了几眼 眉头皱起 侯爷 可是有事 博唇谨敏 徐令仪抬手 大力地将信按在桌上 引有火气声起来 西北战士频发 咽下 江浙又动乱起义 指腹点在信上 他俊严凝重 以邓茂财为首的起义军 接连在周山一带制造霍卵 虽规模不大 但难保后期会演变得不可收拾 早前有欧家内等祸国殃民者败坏朝纲 在背后煽风点火 引起民愤 后经整治也安稳过一段时日 但难保不会出现第二个欧家 傅林波问道 此事还得尽快避免皇上 你去背马 我即刻进宫 徐令仪也不耽搁 将信收好 笼在袖中 林波知晓事情严重性 慌领命出去背马 以沐浴好的十一娘并未睡着 在踏上躺了会儿便听到匆匆的脚步 侯爷 发生什么事了 他翻身坐起 瞧他神色不对 紧张问道 徐令仪不向他担心 只称是宫内皇上赵俭 叮嘱他莫要熬夜 自己很快便会回来 不已有他 十一娘替他更衣 劈了剑宝炒 吕平衣角后 随他来到门处 夜里清冷 侯爷注意身子 点了点头 他重重握了下他的手 便快步隐在夜色中 心中不安的十一娘 不是没见过他夜半入宫 可不知怎的 他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徐令仪同临波快马到了宫门 已过宵尽时刻 就从大门关上 就是只苍蝇也飞不进去 而守卫见到是永平后 下一世便想去宫内禀报 徐令仪惯来知法手礼 不曾逾越 拦住他说明原有 这才有侍卫先行去通船 皇帝的寝宫值班的小太监 困得打盹 那侍卫一路通船 等到传入皇帝耳内 已是半个时辰后 又是火烧眉毛一样 将人宣进寝殿东侧的暖阁里 徐令仪急步行来 在暖阁外扑落身上的夜路 这才在内奸的引领下 迈不进去 将这一带的动荡 虽才冒了苗头 但若不及时制作 怕是会同西北战士一般 成了朝中棘手的事 而一旦北方和南方互相夹击 父辈受敌之下 就连海禁通伤都会受到影响 皇帝权衡之下 将兵部 户部 以及五军都督府的官员 也招进宫内 命他们传越信件 众人皆是神情恶异 一时间暖阁气氛停滞一般 道士兵部尚书心直口快 简言武装镇压 为令者格杀勿论 徐令仪道 眼下举世难明 究竟邓茂财是因何起义 有待商榷 贸然就如此 恐会激起民愤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永平侯所言极是 兵部侍郎秦月 并不赞投 户部两位主侍 却三肩齐口 附和地点头 身为臣子 理应替圣上分忧解难 微臣已嘱咐 浙江永中护卫 暗中调查 有任何消息 会及时送往京城 但微臣想向圣上 讨到旨意 若是此事经查探 有无辜者 还请圣上宽量处置 徐令仪请命道 这份旨意合情合理 早前有灾民闹事的 前车之鉴 想必许家能妥善处理 于是当即应下 随即扳下旨意 前永平侯徐令仪 密切留意此事 秦月钦佩徐令仪为人 早些年便有心结交 但碍于内阁不能结党 事已私下 从未有过交集 跨出暖阁后 众人各自回府 秦月见永平侯 面色沉重 失礼道 侯爷不必担忧 这事还没有闹大 要舒适也不难 但愿吧 徐令仪回礼 面上带着淡淡笑意 客套其句 徐令仪便沿原路 折返回去 徐府院里树影斑驳 灯光错落里 映着她魁梧身形 带至门外 隐隐能听到 十一娘哼着小曲 尊哥怎么过来了 推开房门 徐令仪轻声问她 十一娘做个晋升手势 刚睡着 做噩梦了 侧手看了眼屋内低漏 已经四更天 是遇到棘手的事了吗 脱下外袍 徐令仪坐在榻边 将靴子摆放好 钻进背钦 拥着她 可大可小 边说边往她薄镜上凑 朝堂上的事 十一娘不是很懂 但她在绣坊 也常接触那些 达官显贵的夫人 一来二去 多少也能听到些风声 像是深夜入宫的事 绝非是小事 我听说 舟山那边又乱了起来 也不知过些时候 会不会同那时节一般 再涌入难民来 十一娘担忧道 徐令仪愣了下 低头看了她一眼 探手去拨她脸颊上的发丝 你在仙灵阁 倒是消息灵通 也不是 大家聚在一块 总不能只讨论 绣化样子和花色 我不嫌烦 那些夫人也都厌了 她笑笑 小心地将尊哥朝里挪了挪 转身面对她 侯爷也不用有后顾之忧 许家有我呢 中愧之责 我早就能担起来了 正是朵 绘制蓝心的结语花 徐令仪只觉 命运待她不保 兜兜转转 最后还能有个 十一娘 与她携手 在风雨中共度 我入宫 的确是因为舟山的霍乱 她解释道 把人紧紧搂在怀里 你凭日外出 也要注意安全 随从多带几个 若是可以 便与简师傅说明 少出门更好了 侯爷是在关心我 十一娘知晓 不过相较而言 侯爷日日与所谓权贵打交道 应该比我还要辛苦 贴在她胸口 十一娘柔声细语 软玉温香在怀 徐令仪心安无比 拥紧她 开口道 这样 我让林波安排几个将士 捉便撞 扬坐 仙灵阁的护院 你觉得如何 嗯 打了个哈欠 她轻轻婴了下